她常以名媛姿态出席在许多社交场合当中的吕雅慧 她在台湾有肖强版贵妇的封号 那么这次呢她遭人诈骗 遭人控诉有诈骗之嫌 而出面指控她的是国际镍合金公司的负责人张良振夫妻 那么夫妻两人说很多民众呢 很多名人都吃过她的亏 但碍于面子不敢出面 而他们被吕雅慧总共骗走了六支高档名表 还借钱损失三千多万 她希望大家不要再落入她的陷阱 戴着十几万的手工象牙白框眼镜 穿着名牌衣裤 加上手表戒指等配件 全身上下行头好几百万 她是国际镍合金公司的负责人张良振 白手起家创业三十多年 与太太时常出席各大时尚精品party 也是许多品牌的超级VIP 曾受邀到砍城参加影展 与知名手表厂牌 萧邦的总裁留下合照 射精地位高 因为两个小孩是今年出生 还与小S夫妻熟视同为经济会成员 去年夫妻俩在友人介绍下 认识了自称社交名媛的 贵妇版肖强绿亚慧 比较漂亮的表 她说那我借一个礼拜展览就好了 那我那时候也没有说怀疑她还是怎么样 因为那时候我们每天都是见面 带小孩一起出去 所以就是也取得我的新的 名表中有肖邦有卡蒂尔 总共价值2000多万 最可惜的就是这只粉红钻的限量表 而手上这只900多万的名牌表 也差点被刘雅慧给拐走 张大人说连桌上一叠汇款单 大约600多万也是被刘雅慧所借走 而家里收藏的鳄鱼薄金包 每个要价从120万到150万 全是副次两从国外买回来的 刘雅慧趁到家中做客时拍照 po网炫富当成自己的 所以她跟我说她的表拿去 把我的表拿去借钱 张良正与太太一人开了一台蓝宝金颐跑车 刘雅慧也多次同车出油 把她当朋友 当张良正向刘雅慧的先生 陈学良要表的时候 他总说会还钱会还钱 但往来简讯总是意在推脱 我们都是很爱面子的人嘛 我相信有其他受害者 没有人愿意这样出来讲 应该要出来想一个过程 让大家有一个警惕 实际求证刘雅慧电话转接 语音信箱 夫妻良指控是贾民员骗真名流 已经到警察局提出诈骗告诉 希望名人朋友们别再落入陷阱 中间新闻陈家明 吴倩阳台北采访报导